她对玫瑰一见钟情,但是当她知道玫瑰居然是自己的小妈后一蹶不振。 刘依菲的最新剧集玫瑰的故事,刘依菲饰演的玫瑰出身书香世家, 集美貌与才花语一声,散发着泥人的魅力,让仰慕她的男生去之若物。 玫瑰在经济了高傲冷峻的初恋庄国洞和自卑又大男子主义的前夫哥方邪文后, 终于遇到了灵魂伴侣傅嘉宁。 但是命运弄人,傅嘉宁因为先天性心脏病,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 而在剧版《大结局》中,玫瑰又遇到了小踏进二十岁的飞行员帅哥何希。 玫瑰鼓励何希追寻梦想,阻止了何希向她成功未来, 拒绝了前夫哥方邪文的复合,让对她念念不忘的初恋庄国洞彻底释然, 然后独自骑上灵魂大吕傅嘉宁的机车,轻松愉快地驰骋在大陆上。 经历过这几段恋情后,玫瑰清楚地知道 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不被世俗约束追寻内心, 从此不受限制,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自己, 而如今的玫瑰,就是那个无拘无束享受着自由的人。 在剧中,前夫哥怒吼,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而在剧版《大结局》中,所有人意愿爱着玫瑰, 而他们都在北京。 为了玫瑰和恶婚期分手的周世辉周老师, 成为了玫瑰金哥的公司合伙人。 初恋庄国斗为了离玫瑰近点, 成为公司亚太区总裁后回到了北京发展。 而前夫哥,方写文的企业做大后, 也将总部搬到了北京, 甚至买了离玫瑰家很近的大房子。 至于猎人未满飞行员何希, 在成为民航飞行员后也一定会回来。 剧版《玫瑰的故事》改编得很棒, 《大结局》留下的伏笔, 已将衔接玫瑰的故事第二部的故事。 而在艺术的玫瑰的故事原著中, 玫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玫瑰对待感情也更加肆无忌惮。 先说灵魂伴侣附加鸣, 玫瑰和附加鸣的相识其实并不像剧中那般浪漫。 在原著中, 附加鸣的弟弟为玫瑰重修老物, 对玫瑰一见钟情, 甚至要和卫风妻分手。 但是玫瑰却因为听到附加鸣的琴声, 爱上了附加鸣, 甚至明知道附加鸣身患绝症, 还要不顾一切地和他结婚。 最终, 附加鸣在玫瑰的陪伴下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也是最幸福的三个月。 接着是前夫哥方邪文, 或许剧中的方邪文才是人生赢家, 和玫瑰有个可爱的女儿。 事业有成后在玫瑰娘家附近买个大房子, 时不时去岳父岳母家吃顿饭, 女儿想来新家住就来住, 玫瑰还会亲手为她煮碗生日面。 前夫哥见到玫瑰的机会可比其他追求者高多了, 但是原著中的方邪文就悲惨得多, 原著中的方邪文一辈子没什么出息, 就是个小职员, 49岁就因病去世, 在方邪文迷流之际才幡然醒悟, 难来和玫瑰相伴的那些日子, 才是自己人生中最充实的时光。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原著中的玫瑰为了谈恋爱, 居然连自己女儿方太初的抚养权都没养, 而这也造成了长大后的方太初, 对母亲玫瑰充满了恨意。 然后是初恋庄国栋, 和剧中庄国栋最后放下了对玫瑰的感情, 决定认认真真谈一场恋爱不同, 原著中的庄国栋可从来没有放下过玫瑰。 其实在灵魂伴侣附加明去世后, 玫瑰就嫁给了59岁的亿万富翁, 罗德庆爵士。 罗德庆爵士的儿子罗郑中和庄国栋是好朋友, 他对玫瑰一见钟情, 但是当他知道玫瑰居然是自己的小妈后, 一蹶不振。 在玫瑰和罗德庆爵士去国外度假期间, 玫瑰和罗郑中以及庄国栋见面。 再次见到玫瑰的初恋, 庄国栋再次沦陷, 再次对玫瑰展开猛烈的攻势, 而玫瑰居然同意了和庄国栋的约会。 罗德庆爵士健壮, 一气之下独自回国。 不过将还是老的辣, 罗德庆爵士缓成自己病重来试探玫瑰。 直到这一刻玫瑰才意识到自己对罗德庆爵士的感情, 最终离开了庄国栋, 和带他20岁的罗德庆爵士相伴一生。 好了, 这就是玫瑰的原著大结局, 那么你更喜欢玫瑰的故事剧版还是原著的大结局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交流哦。